好 台湾每年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金额都超过了千亿美元 不过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在今天公布 因为台湾单方面对中国大陆产品出口 采取了歧视性限制和禁止等措施 而且受影响的产品内容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已经违反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规定 因此中国也决定要终止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那么在相关的公告当中也有提到 从明年元旦开始一共有12项进口的产品 会取消协定税率 全部都要按照现行的规定来办理执行 那希望能够借此让台湾采取有效的措施 取消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限制 对此路委会也回应说 如果中国对两岸贸易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要遵照WTO的解决机制跟程序来进行纠纷调处 不应该片面对台湾做出这种贸易壁垒调查的政治操作行为 我看到那里面对台湾采取有效果的